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信用卡 一樣是無腦刷的信用卡 只是它就是一般消費都可以想有回饋 就不是只有專攻在加油上面 所以接下來第四張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永豐大戶 它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國內可以想有2% 海外可以想有3%的現金回饋 而其中加碼的1%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1500塊 所以你刷15萬就封頂囉 接下來第五張還在尋找一張加油的信用卡 這支影片會直接分析9張信用卡給你聽喔 哈囉我的行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2020年的加油信用卡推薦 不管是你今天要騎機車或是要開車 除了電動車以外的東西 你都必須要加油 那當然每次加油的價格都不一樣 有時候會漲有時候也會跌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在每次加油省到一點錢的話 挑對信用卡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2020年我推薦的加油信用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加油信用卡介紹 我會分成兩個部分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無腦刷系列啦 而第二個部分就是你必須滿足一些條件 才可以想要比較高一點的回饋 好那首先第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中信中油聯名卡搭配中油配的組合 這個組合優惠呢 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3月31號 而且他必須在中油加油站才可以想要指定的優惠喔 而他的回饋呢也是屬於疊加式的 首先你只要利用中信中油聯名卡以500元為單位出職的話 每次出職就可以想要5%的回饋 而在這個活動期間內的回饋呢 都是無上限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在加油的時候使用中油配支付的話 滿50塊就可以想要紅利三倍送 相當於是3%的回饋 而最後一個部分你只要利用中信中油聯名卡出職的話呢 就可以想要中信紅利三倍送 相當於是0.8%的回饋 所以綜合以上三個回饋加起來呢 利用中信中油聯名卡搭配中油配 最高呢就可以想要8.8%的回饋喔 接下來第二張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永風夢醒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它呢不限任何的加油站只要加油都可以想要5%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上限是200元 所以你刷4000塊就封定了 但是呢這邊有一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它是需要登錄的喔 它是限量1萬名的名額 可是呢我前幾天去看的時候 它目前只登記到3000多個名額而已 所以其實名額呢還剩下滿多的 所以如果說你最近有申辦這張信用卡的話 要記得趕快去做登記喔 這張信用卡也在指定加油站呢 還可以利用它們的combo技得到高一點的回饋喔 如果說你今天在全國加油站使用自助加油的話 每一公升可以享有1.2塊的降價 如果說你今天在台塑加油站自助加油的話 每一公升可以省下一塊錢 重點是你除了這些降價之外呢 還可以在額外享有5%的現金回饋喔 接下來第三張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玉山商務預席卡 它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這張信用卡不限任何的加油站都可以享有3%的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是300元 所以你刷1萬塊就封定了 而這張信用卡的回饋呢 其實在去年是比較好一點的 去年是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雖然說它今年的回饋已經下修 而且額度又變得更少了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又懶得再去申辦其他信用卡的話 其實這張信用卡的回饋還算是堪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加油的加油站 本身就可以享有玉山銀行的降價優惠的話 就沒有辦法享有這3%的現金回饋囉 好那以上三張信用卡就是主打加油可以享有回饋的信用卡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信用卡 一樣是無腦刷的信用卡 只是它就是一般消費都可以享有回饋 就不是只有專攻在加油上面囉 所以接下來第四張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永豐大戶啦 它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國內可以享有2% 海外可以享有3%的現金回饋 而其中加碼的1%呢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1500塊 所以你說它15萬就封定囉 接下來第五張想要來跟大家分享是聯邦Line點卡 在國內可以享有2%海外 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饋無上限 而接下來第六張呢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是玉山派錢包信用卡 它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2月29號 而它在一般消費都可以享有2.5%的PB回饋無上限 而以上這三張信用卡就是屬於真正的無腦刷 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再額外去申辦其他信用卡的話 這三張呢 基本上都可以拿工你所有的一般消費囉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有條件才可以享有的加油回饋信用卡囉 首先第一張就是第一銀行的iCash聯名卡啦 你只要滿足一定條件的話 在加油都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而它的條件呢 就是你在加油的時候 單筆加滿1000塊就可以享有50元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150塊所以刷3000元就封頂了 接下來第二張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元大銀行的樂悠悠 你知道在當期呢 新增3比588的消費 而這3比呢 是不含任何的加油消費喔 就可以在加油的時候享有5%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100元 所以刷2000元就封頂了 接下來第三張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花南銀行的love酷愛黑卡 它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號 如果你在當月累積消費呢 在5000元以及20000元之間呢 加油就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150塊 所以刷3000元就封頂了 而如果說你今天累積消費呢 在20000塊到40000塊這個區間呢 加油就可以享有10%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300元 所以刷3000元就封頂了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財力雄厚 每個月呢 可以刷到40000塊以上的話呢 你在當月加油 就可以享有15%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500元所以刷3333元就封頂了 而這張信用卡你累積消費達5000塊 數值e-tech還可以另外再享有10%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100元 所以刷1000元就封頂了 好那以上三張 就有條件限制才可以享有加油回饋的信用卡啦 算其實這樣狀況下 也可以發現其實加油的回饋上限呢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偏低的 如果說你今天是比較常加油 而且回饋呢 很容易破表 我會建議直接申辦在國內回饋比較高 而且是無上限的信用卡 像是聯邦類點卡 或是玉山派錢包信用卡 對你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可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機車主 或是一般加油 比較沒有加那麼多的人的話 其實上次我自己的信用卡 都可以給你參考看看囉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一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支影片通知喔 想要更知道我的生活動態的話 也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喔 也可以加入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微卜榜的莫厚花球的薛尼 我們下再見囉 掰噗 最近呢武漢肺炎的疫情呢 鬧得人心惶惶 這邊呢還是要建議大家 只要你有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把口罩戴起來喔 這樣子呢 不僅可以保護自己 也可以保護他人喔 而且在吃飯之前 或是回到家之後 一定要記得勤洗手 防疫這件事情呢 由我們一起做情 希望武漢肺炎 不要在台灣擴展的太嚴重囉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囉